我就没介绍 我上周刚讲过课 这周又是我 是 我就很自然的没有介绍 我不知道今天我再讲 会不会再给大家 那么首先先简单的说一下 没事 等一下我自己介绍我自己 对你自己介绍 然后美玲老师呢 今天身体有点特别不好 但是因为这个腾讯呢 它就是挺着不舒服的身体呢 接着给我们分享 所以呢我们顺序呢 也稍微调了一下 它的状态呢 如果不好的话 也希望大家理解一下 好那我们下面有请美玲老师 谢谢 谢谢金铭老师 帮我解释一下 就是突然间有点 不是那么太舒服 可能声音没有那么红亮 希望大家能体谅一下 就是我上周说 就是我们朴汉基董事长说的 就是很多话应该说出去 上周我刚刚说 有机会呢 把没讲完的事业说明 带给大家 今天刚好是上周的一个续集 好那我先把这个屏幕 共享出来吧 就是 为了让新朋友认识我 也让老朋友对我加深印象吧 再来营销一下我自己 我是来自爱多美五月青春团队的营销 高级营销经理 Lidia张美玲 我是个东北吉林人 说话现在回到东北了以后 我发现我更扔不掉这个东北味了 我自认为我的普通话还不错 咱们直播间我发现 就是也有很多其他国家的人 也有很多其他外地的人 希望我们沟通是没有问题的 我不知道上周我讲的那个方式 会不会带给大家很多困扰 不是说是公司介绍吗 但是感觉大部分我都是在讲幻利盈 或者什么科马遮纳的 对不对 我讲的看似是产品 其实是希望大家先了解 这个公司的一个过往 我们找对象多多少少也是看家庭背景 或者生长环境对吧 这个比喻不算太恰当 但大概就是那么个意思 我们公司的现如今 是有一个非常优秀的经营理念 深得人心的一个企业文化 之所以可以这样兼顾 并且不顾忌太多的 可以这样坚持的正道经营 其实有很多是因为前面有这样的 上周我讲的那样的一个故事 创业初期呢 欢迎这款产品 带给我们企业独一无二的一个理性性和垄断性 才让我们可以以它作为一个榜样 做出更多的一些优品良价 董事长呢 亲力亲为 自己为企业代言的这种作风 也是可以给我们经营者做出很多榜样 让我们可以做到超越顾客的满意 成就顾客的成功 是这样吧 对吧 今天我就直接进入主题 讲解事业说明最关键的一个部分 津贴制度 我们 就是我们 90%的人习惯性的想要了解一部分产品的时候 或者是某样东西的时候 大多数人90%的人都是习惯性的想去了解津贴制度 爱多美的津贴制度呢 没有那么多的猫腻 简单的很 而且很多都是放在水面上让你看得到的 大家听我讲解啊 这里 看一下 我们很简单 就是没有入货费 没有强制性消费 无限阶段 无限累计 这个呢 我一的从后面每张图来跟大家讲解一下 咱们中国的爱多美与其他国家的稍稍有一点不同 首先我们在中国想经营爱多美的话 我们经营方式上表达的本身就是不同的 在很多其他国家 我们爱多美上周我讲的时候 我们已经进入了17个国家与地区 每个国家的形式是不同的 那在中国的话是传统的经销商模式 当然也结合了现在的比较新型的会员制网 和行销模式是两个结合的 那在这里我们是需要每个个体去办理一个营业执照 然后拿着这个营业执照呢 与爱多美公司建立一个合作 签订一个合作协议 然后变成比较合理合法的 然后呢 受政府保护的这样的一个经营模式 这里写的投资少 风险低 那在这里投资是什么样的一个投资 风险又是什么样的一个风险呢 来听我讲解 投资首先刚才 我们提到了 没有入会费 加盟费 为时费 那这里的投资一定是我们个人经历的投资 还有其他我们 比如说路费呀 或者是 就是 这一方面的投资 并不是说 在这个这份事业当中 产品呢 或者像其他公司一样 我要直接的投一笔钱 拿一部分产品 不是这种投资 那 看一下我们这个公司的最直接的一个分配方式是什么样的 我们爱德美公司啊 它比较人性化 也比较大方 在这里可以看得到 它是把利润值的70%拿出来 是平均分配给市场的所有经营者的 当然这些经营者里面也包括 兼职的一些 办理了营业执照的消费者 在这里看一下 公司运营的费用呢 占占据了30% 其余的70%是 发放到市场上 所有的消费者以及经营者的 这里推广服务报酬 推广服务奖金 津贴占比44% 领导贡献奖金 也就是说 现在我们说的经营 经营成长奖励 这个占比20% 然后还有服务中心的补贴 这里占比6%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再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领导贡献奖励 也就是我们经营成长奖励 这里说占据 我们爱分值 销售总爱分值 其实就是利润值 利润值的20% 刚才有看到这里 20% 这个20再西方化 我们每一个 每一个爱多美的经营者 他会 会有一个 在你的市场不断扩大的 过程当中 他会有一个 七个阶段的 来 七个阶段的 成长 我把这个改一下 对 那么在这里看一下 第一个阶段 当然是营销经理 然后高级营销经理 资深营销经理 直到手机总监 那在这里 这一块大笔 20%的一半 10%是分销给我们 这个营销经理的 它是平均分配的 其余的呢 这里高级营销经理 占比5% 然后呢 资深营销经理 占比2% 在这里啊 大家可以看得到 资深营销经理 在这里占比2% 但是他同时享有 高级营销经理的 5% 因为他是资深营销经理的 同时他也是 高级营销经理 但是呢 他不占比这个10% 为什么呢 这个10% 是给全球的营销经理 独享的 因为营销经理 是最初期的经营者 所以公司比较人性化 他把最大的一部分 利用值 给了我们 给予了我们 最初的经营者 在这里 大家可能觉得 如果第一次听 蒋英智 就觉得 这是什么意思 很懵 是不是 接近 接下来我还会讲解 这是一个大板块 我们从宏观上看 是这样的 当然 在这里首席总监的话 拿到0.3%的同时 前面的也是同样共享的 除了这个10% 这个10%是怎么拿到的呢 就是当您变成营销经理的时候 当月 全球所有的营销经理 全球的总业绩的 利润值的这个10% 拿出来 全球如果说 有一千个营销经理 同时出现 这个10%是平均分配给 这一千位营销经理的 那么 其他的也是同样 以此类推的 那再看一下 我们是如何变成营销经理的 首先 我们本人的业绩 要 提出做事业的时候 当然我们肯定是从用产品开始 对不对 先从变成经销商 拿了营业指质 变成经销商 用产品 用产品的时候 刚开始 使用自己本人的账户 去购买一些产品 去体验一些产品 我本人的产品 我本人的业绩达到30% 不是 30万 爱分的时候 我的A市场和B市场同时也达到30万爱分的时候 不管是谁购买 不管是多少人购买 不管是多少天购买 只要达到这样的一个业绩值 我就有第一份收入 我就有第一份收入 人民币 约为380元左右 这个是每天的12点会做一次清算 如果达到了 他就给你记上这一笔账 如果没达到 他会不会清零 他会等到你达到的那一天 一直给你累计 在这里再看一下 如果说我们本人业绩达到70万 我们还会拿到70万这样的一个 如果当天你的业绩 整个市场的业绩达到了70万 我就有资格拿到70万这样的一个钱数 也就是说那30万也是可以拿到的 这里可能有一点蒙 是不是 如果有黑板画圈的话 可能会更方便一点 也就是说我自己本人的业绩 变成70万的时候 我才有资格日营销值 拿到70万iPhone的这样的一个数额 也就是我才有资格拿760万 760元的这样的一个钱数 也就是说如果我的本人业绩是30万业绩 那么今天我的日业绩达到了70万 我也是拿不到这样的 这个的 这个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 但是大家可以看得到 本人业绩到240万的时候就封顶了 就没有没有更多了 也就是说我们在爱多美里面 本人业绩是 到240万就不用再积累了 但是市场的业绩一直在增加 到了5000万基本的时候 又有一个没有增长值 5000万业绩又是一个封顶 是这样的 那么我的业绩达到240万 但是我还想用产品的时候呢 我们会在自己的市场上继续购买 它等同于我会帮助我自己市场的其他伙伴一同成长 它是有利于我们共同成长 共同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景色制度 那同时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得到 这里我画了一个三角形 还写了一个下多上上 那在这里可以看得到30万积分和600万积分的时候 它是相差20倍的 但是大家可以看得到情数 380元和3800元 它是10倍的一个情数 那么我们会算一笔账的人都会觉得 这有一点不公平 我做的事情更多了 但是我赚的钱却越少了 但是呢 整体上来看 它是相对比较人性化的 为什么呢 我拿到30万积分和30万积分的时候 虽然我赚的比例 这个380元的这个钱数 按比例的钱数是少的 但是它比例是大的 那600万对600万 3800万钱 其实我拿的更多 但比例少了 也就是说 它是更倾向于 帮助刚刚起步的 也就是说赚钱相对比较少的这些人 让他们拿到更大的一个比例 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 你的生活够用了 你就把一部分分割到刚刚做市场的这一部分人 这是一个相对比较人性化的一个制度 那么到5000万对5000万的时候 在这样的一个市场比例的时候 你的市场份额就封顶了 什么叫封顶呢 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制 也就是它不是一个金字塔形式的 任何人在经营爱多美的时候 他都会有退休的那一天 都会有毕业的那一天 都会有平等的那一天 也就是说 你是在起步的时候 10年09年的时候 经营爱多美 还是说 我现在来开始经营爱多美 我们大家最后毕业的那一天 退休的那一天 达到首席总监了以后 我们拿到的前数是一样的 我们市场份额 不管你过去的人 十年前经营的人 当然他每天的 爱分值 每天的爱分值 可能都完全超过了 这个五千万爱分值 他可能一天要达到 一亿或者是两亿的 这样的爱分值 但是他们只能拿到 五千对五千的 这样的一个爱分值的前数 那么他们其余的 是不是都瞎掉了呢 并不是这样的 刚才给大家讲到 讲到这样的一个比例 70% 又讲到了这样的一个分比 是不是 他们所有的多余 多出来的这一部分 是放到了一个大锅里面 重新搅拌 搅拌了以后呢 重新分配 分配了以后呢 重新再平均分配给市场上 正在经营的这些经营者 所以我们说 它是一个均衡分配的制度 均衡分配的一个津贴制度 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津贴制度 除了这样的一个津贴制度呢 刚才这个是我说的 那个大饼的一个分配的一个详解 那么除了这样的一个津贴制度 我们最后还有一个一次性的奖励 这个是一个比较直观的了 比如说我们第一次 这是一次性的 不是多次性的 一次性的 比如说第一次我们达到了营销经理 他会给两套基础六件组 但是这里我们可能相对比较感兴趣的 就是这个 首席总监 这是过去的 首席总监 现金韩币十亿韩元 人民币约为六百万人民币 那么在这里除了这些现金以外 还有法人信用卡 每月的一千万元韩币 然后还有每年支付两回欧洲旅行 十一日游 当然去不了的话 他会以现金兑换的 提供豪华轿车价值 韩币七千八百元 一百五十平方公寓 月租两百五十万韩元 司机月薪 一百四十万元到两百万韩元之间 提供私人秘书的月薪 一百五十万韩元 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房车 办公室 司机 全部都给你 也就是说我达到首席总监的时候 公司帮助我又开了一个公司 同时我还有一个六百万 这样的一个奖金 奖励 大家可以想得到 如果说我今年拿到六百万 其实我这年份的 我自己的收入 我自己每个月的收入 其实也是可以达得到一定数额的 是这样的 制度呢 我就简单的 简单的说到这里 这个钱有没有人拿到了呢 有很多人拿到 现在现今已经有八位人拿到了这笔钱 十年时间有八位人拿到了这笔钱 已经是不少的人数了 制度我讲解的 比较简单 比较清晰 那我在这里呢 我想给大家再 再分享一些其他的东西 津贴制度呢 可大可小 看你如何看待 你要说赚零花 不贪心 自己用性价比超优的产品 享受着高品质的生活同时 恰好没管住自己那颗特别想 分享的心的话 有人愿意跟你一起使用这个产品的时候 你拿到的服务推广津贴呢 如果说我们把它 你就可以拿到那个小部分的一个 服务推广 今天对不对 如果说咱们把它当做了一个毕生的事业 咱们可能拿到的 不仅仅是咱这一辈子的 而是有可能 直到这个企业不倒 咱们上天堂了 都有这世间的退休金 还在造福人间 又或者说 我不信这个企业能长那么长久 那我就请问 这十年这个企业 至少应该不能倒闭吧 对不对 那再问问自己 我这十年用什么样的办法 我能赚到六百万 你觉得你利用这个工具 十年你有没有信心 走到最后拿到这个六百万 十年六百万 百分百能拿到的彩票 你愿不愿意去争取 我最后还想分享一个小故事 我推荐大家去看一本书 叫人心红利 这本书我看完了以后特别受启发 因为现在大家都渴望流量红利 比如说我想在抖音里面有大量的粉丝 或者是朋友圈有很多的人 各个地方有这种 很渴望这种流量红利 大家都觉得做广告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方法 肯定什么红人探店啦 种草啊 用很精准的投放方式 按照销售的金额付费广告 觉得这样的事情是非常靠谱的 但是我看这本书的时候 这个作者说流量并不是那么的可靠 人心红利才是更可靠的 为什么呢 这本书的作者叫江南春 这是一个因果关系 一个因果关系的问题 流量是什么 流量是品牌赢得人心的结果 比如说淘宝为什么有流量 因为消费者大脑里面 它是万能的淘宝 你没有找不到的东西 你单分又找不到 你就去淘宝 淘宝 天猫为什么有流量 品牌旗舰店都在淘宝 京东为什么有流量 你上午买东西 下午就能到 你找谁 你就找京东 你买个大牌 你想三折 你找谁 微品会 对不对 你可以发觉 所有有些有流量的平台 都是品牌赢得了消费者的人心 所以说流量 只是品牌赢得人心的结果 它是数 这个数 它不是当 我觉得中国的人口红利 该结束了 但是人心的红利正在打开 流量红利结束了 但是品牌的红利正在打开 本质上说呢 如果你想赢得流量 品牌才是持续免费的一个流量 那么问题就来 爱多美在中国打造的是 值得信赖的品牌 就是人一提到爱多美 就是性价比极高的产品 很不错 我想它想要是这样的一个 品牌效应 在韩国它已经做到了 在很多其他国家它已经做到了 那我们作为经营者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大家可以去 我只是想分享给大家 大家去思考一下 就是带给大家一种思考方向 那么在这里 我们作为一个经营者 企业的目标 技术我们的目标 肯定是没有错的 但是每个企业都会有下属部门 在下属部门下面 还有一些工作小组 那么我觉得 就是每个工作小组 它也会有自己的一个小目标 对不对 当然不脱离公司的大方向 刚才说到流量 即是数 就是这个数 木字加一个点的这个数 不是道 那就好比我们爱多美的津贴制度 它只是一个道具 而且是摆在平面上 谁都能用的一个道具 这个道具看谁来怎么用 这个点到为止 有很多想法是需要大家自己去想 那好的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大家可以找到自己的 属于自己的爱多美之道 谢谢大家 秦明老师 非常感谢我们的美玲老师 给我们带来这个爱多美的事业的模式 那么老的会员应该也都咱们这个模式是吧 咱们新会员 刚刚经过培训 才刚刚起步的老师们 可能今天也是学到了很多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就有为方 在为方做事业的 我们田老师的伙伴 郭奎一娟老师 来给我们做一下三分钟的自我介绍 郭老师 您可以开麦 爱多美的家里面 大家晚上好 很高兴 在这个平台上 有那个爱多美的家人 一起交流又学习 我是来自山东维方的郭奎真 加入爱多美呢 也有大半年的时间了 从最开始的对爱多美说实话 不太看好 对到现在的 可以说是爱多美的忠实分析了 这么说呢 因为我这个人一个不太好的毛病 就是在选东西的时候 我只选的贵的 不显得对的 是不是很多家里面会和我一样的想法 前几年 其实我对保健品这些东西 我是很认同的 我这个人 前几年的时间 我一直是在用着一个其他品牌的那个保健品 因为它的价格相当高 我比较认同 所以说对爱多美一开始呢 我不大不大看好 就在去年的时间呢 其实我接触爱多美也是从去年开始 在建那个 也是见证了那个 田老师的 田老师的那个成长 一直他现在多的那个营销商 营销经理 做得非常棒 但是在它的引导下呢 我一直没有加入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因为一开始 那个爱多美的价格相对来说 是比较低的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因为我们在那个私底下 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啊 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是做那个服装店实体的 大家都知道 现在实体店相当难干 在现在网络的冲击下 海南经营 所以我就跟那个田老师沟通 就交流 就说我想给那个服装店 带一点那个副业 就是可以再卖点别的东西 来带动我这个服装店的收入嘛 田老师说 那你那个去做别的东西 还不如做爱多美呢 就因为我们是朋友嘛 也比较信任 所以呢 我就选择了加入爱多美 加入爱多美之后呢 我就开始 天然产品 从最初的小东西 什么牙膏牙刷之类的 也没有太大的那个 去体验 经过了一段时间 没有多长时间 就听说 我的那个 我身边的一个朋友 吃的一款酵素 他是那个胀气 吃的特别好 吃了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他的这种问题都解决了 因为我那段时间 说实话 女性嘛 这种问题特别尴尬 我在店里嘛 朋友太多 在一起 特别我们坐一块 特别能喝茶聊天的 我就在那坐不住 为什么呢 因为我要 我要去那个 去厕所 去排气嘛 特别难受 那一段时间 就是特别厉害 我就跟田老师说 要不我也吃酵素吧 他说是 你也感染了 我说我感染了 我特别想吃那个酵素 看看能治疗我这个毛病嘛 然后我就吃了酵素 艾多米那个凤梨酵素 吃了也就是有半月的时间 我这个问题就给我解决了 所以啊 我就有那个 对那个艾多米啊 这种这个品牌呢 产生了好感 就觉得这个 这个价格低 是特别低 但是我对他充满了好奇 为什么 因为他真的能给我解决问题 前段时间 我吃那个 特别好的那个 那个品牌 特别高 他也是有那个酪梨果汁啊 我吃了 也是我 因为我是 内飞味大概不到 月经太少 我就吃了 有大半年的时间 他那个酪梨果汁 没有起到任何效果 说实话 没有起到任何效果 我就 就没有 怎么那个 继续吃那个酪梨果了 所以说 这个酪酪啊 让我对他产生了 非常的 非常大的好感 然后我就 家里什么化妆品啊 这种日常用品啊 这种习户啊 现在我就 又吃开那个 华丽颜了 所以从最初的 对艾多米不太看好 到现在 我可以说是 忠实粉丝 就是 出了哪一块产品 我都想用 因为 有人嘛 到了现在 我们都40多的年龄了 就想 生活 就给自己提高一点 就想把自己的身体养好 这种教素 比如说这种教素啊 贴布啊 在我们 在我身边 我们朋友是 都用 就比如这个 精油贴布 这个精油贴布 我们身边的朋友 什么颈椎啊 肚子疼啊 腰疼啊 浑身哪里疼 天哪里了 现在可以说是 都受感染了 所以说 艾多米 让我 学到了很多东西 它的价格 是很低 但是 它的东西 不是 跟那个 大家说的是 物有所值 这是物所超值 真的 我们的总裁 说的是 我们不休假相差 不夸大 但是我们 没有那个 华丽的包装 更没有那个 那个广告之类的 我们真是实实在在 铁打的这个 铁打的这个产品 我现在是 非常相信 艾多美 所以说 以后 跟能 跟大家一起 在那个 艾多美上 希望我们一起 实现财富自由 我们大家 顶峰下见 好 我今天就 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 我们的 郭老师的 精彩分享 那么我们 艾多美的 这个产品的价格 其实价格 是最大的亮点 也是很大的 一个缺点 因为好多人 就觉得 一分钱 一分货 就觉得 贵的是好的 刚开始都不想用 但是慢慢 你真正用了之后 就会发现 我们的艾多美 就是大宗精品 然后 优品 良价 接下来 就有我们的 南京 刘慧老师 因为我们 刘慧老师 他现在还在上班 每天都上到很晚 我看他店里面 还在忙 刘慧 刘慧老师 可以忙一下 好的 那可以分享了 可以可以 你坐在里面 等一下 哈喽 亲爱的艾多美的家人们 晚上好 很高兴又和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的话 我就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刘慧 然后来自安徽 一个美丽的城市 一个就一个普通的家庭 家里面有五口人 像爸爸妈妈 弟弟妹妹 像我呢 就是一个 我就是老大 然后自从我那个 毕业以后 我就到南京来工作上班了 第一份工作 就是在 我姑姑这里面 然后 我姑姑 这个地方 然后来上班 然后就第一份做的 就是广告嘛 一直做 就做到现在 也就八年了 大概八年的时间了 像 像我之前 用过很多的品牌啊 就是护肤品之类的嘛 然后就是 厚啊 雪花秀的产品 比较多 然后就 用的感觉 也不 效果也不是很明显嘛 并且它的价格 也是非常的高的 就是用完之后 皮肤也不稳定 像是脸颊 容易泛红啊 过敏啥的 像就在去年的时候 然后就是 通过我的姑姑 然后刘娜 然后她就是 通过她 然后她先认识了 爱多美 然后就 向我介绍了 爱多美的产品 当时我在想 用过其他产品 也贵 然后效果也就一般 毕竟是我的 当时我就 果断的 可能网友脸不太好 我当时 然后我姑姑 就像我介绍的这个产品 然后 我心想 以前用的那些大牌 也不是特别好用 然后我就抱着 试试的状态 然后我就 刚开始的时候 我第一次用的 就是逆龙六间套 然后第一套用的 就是 回去用的时候 刚开始吧 用的时候 然后皮肤可能 皮肤比较亮 然后可能是我 以前用的那些产品 可能 多少可能含有点激素 或什么之类的 然后就是 我的鼻翼两边 就会有点泛红 然后过一段时间 就没有了 然后就是 用了逆龙六间套的时候 我的皮肤就特别的好 然后就特别的亮 后来的时候 我就像牙刷 牙膏啊 这些之类的 然后我都 都一直在用 我觉得这个产品 特别好用 然后价格也比较便宜 毕竟它量也比较多 对吧 然后就是 涂桌了也不心疼 一下 后来我就 爱上了这个产品 然后就 用了也离不开了 虽然现在家里面 很多我都是用的 这个产品 像比如我们家宝宝 两岁多 然后我就洗户啊 这些我都给他用 然后家里面 现在牙刷牙膏 都在用 像这些产品 我陆陆续续都在安排 都在用 像现在 爱州美的产品嘛 它物美价廉 品质也都超高的 对吧 每个消费者 都是可以消费得起的 后来 我就火转了 也就加入爱州美了 所以我感觉 爱州美的产品 也特别的好用 我真的是物美价廉 像你说我为什么 加入爱州美 对吧 像我就现在 向大家介绍一下 爱州美的优点和特点 吸引了我 像我们爱州美 有绝对的价格 像全球前 全球前三大代工厂的技术 直接工厂价格给你的 所以就是比较便宜嘛 还有就是我们 有绝对的品质 像国际知名度 有很多的大品牌啊 什么亚世兰代啊 什么迪奥那些的 然后都是出于 我们科码公司的 像它同样的技术 加上国家级的研发单位 这样的品质 绝对是不容怀疑的 还有就是 我们就是只会分享 自己用过的产品 然后告诉好在哪里 才能让对方去体验 让你少花钱 产品确实非常好用 还有就是 我们自己平时 也就是需要什么 再买什么产品 不会就是没有消费 就让你乱花钱 是这个意思 还有就是爱多美 经营的产品 范围特别多 而且每款产品 它的价格 质量都非常的高 那个质量非常的好 然后价格非常便宜 还有就是 我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聆听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我们的刘慧老师 那么我们爱多美 就在我们的这个团队里面 也有好多家族式的事业者 就比如说崔景福老师的姐妹几个 然后像我们刚才分享的刘慧也是 他是我们南京的顶峰服务中心主任长 就是刘娜 刘娜的侄女 那么刘娜的姐姐呀 然后呢 他的侄女呀 还有刘娜呢 他们一家呢 也都在一起经营这个爱多美 那么希望大家呢 也和自己的身边的亲戚朋友呢 多去分享 好的事情 大家呢 一起去做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有我们四川成都的刘光琴老师 刘光琴老师呢 他是我们爱多美幻灵影的忠实的粉丝 每次已经好多次了 一点一点 他就讲这个幻灵影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分享的时间呢 就有刘老师来给大家做一下详细的介绍 那下面有请我们的刘光琴老师 大家好 幻灵影的我们的家人们应该是家人们啊 因为我认识加入幻灵影 认识幻灵影 了解幻灵影 差不多也有两个月没有 好像差不多了 有两个月了吧 差不多了 两个月 对应该是两个月了 就像刚刚的几位美女老师说的一样 其实很多时候呢 很多产品呢需要体验 需要实践才能够知道它的效果 最近因为我们八月份的时候 也知道我们四川成都这边呢 疫情非常严重 我们公司呢 差不多关门 可能关了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 相对来讲我们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当中呢 不上班也不行呢 我们就 就然后在微信里面给顾客就是宣传 讲解 然后在微信里面呢 给他们销售了一批 其实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呢 我觉得效果还不错 为什么呢 因为根本有没看到货 摸也摸不到 看也看不到 也就天天通过我们的微信群里面 这样的一个沟通啊 讲解啊 了解 我们第一次呢 订单是订了三十几套 但是实际 因为现在好多人都是电话沟通嘛 他们现在 反正单订在那里来 没有交钱过来 但是我们 后期 后期我们现在 开业了以后呢 这又卖了几十套 反正慢慢呢 再跟进嘛 我们 我就说一下 我宣传幻灵影 是怎么宣传的 就是在没有体验过 我们也不可能 能大量的拿食品来 给他们长期的做实验 而且吃一两次呢 也不可能 很有明显的那种改善 所以我们 在宣传的过程当中 我就说一下 我们的那个宣传方式 首先 宣传这款幻灵影 我们在我们了解的过程当中呢 它的特点 就是 快速地提高这个抵抗力 那我们这个抵抗力就得讲好 抵抗力是什么 免疫力是什么 非常重要 我们世界上有一个最好的医生呢 就是我们自己 这个医生是 你花再多的钱 也顾不到的 只有保护好自己呢 我们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身体呢 养得最好 所以我们 每一个顾客 他们的心理防线是什么呢 其实就要让他们知道 他现在身体的出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阶段 他的身体是 他有些人会感觉到我自己的身体 我感觉我很好啊 我觉得我的身体 我没有什么 我也不是压健康 我觉得我身体就挺好 我不需要增强抵抗力啊 我天天我也在吃好的喝好的 我现在用的也都是好的 那这个还需要专门的 单独的在购买这个增强抵抗力和免疫力的产品吗 所以呢 我们 要先检测你自己的身体 究竟你的抵抗力免疫力有没有下降 有没有信号出现 检测自己抵抗力免疫力有没有下降的 有五个信号 如果你的身体出现了这五个信号 那肯定我们就极力的可以给他推荐这款产品了啊 那五个 哪五个信号呢 如果出现了这五个信号呢 就一定要小心 只有早知道我们才会早留意 早留意才会早发现 早发现才能早治疗 对吧 才能够把小病化美 不然的话呢 小病就会引发大病 第一个呢 你的抵抗力好不好 那出现的第一个信号呢 就是如果你频繁地打喷嚏 那你频繁地打喷嚏 就代表你的免疫力和抵抗力呢 在下降 这是很容易生病和感冒的 那试问一下 现在你身边不管是中老年人 还是说是年轻人 经常这样频繁打喷嚏的时候 说明你的抵抗力呢 已经往下坡路在走了 第二个呢 如果你的身体很容易出现疲惫 疲劳 经常哈欠连天 那说明你现在身体里面供血供养不足 抵抗力免疫力肯定也是在做下滑的 这样的一个道路 那你如果是这个时候你没有引起重视 那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呢 可能你的整个防线呢 就会崩溃 我们在讲这个的时候呢 我们生活当中有个最非常非常典型的 我们以前的有个顾客的邻居 42岁就用一个感冒呢 把命给夺走了 他就是典型的一个抵抗力免疫力 破坏的一个例子 因为他以前一感冒呢 就买那种抗生素的药来吃 一感冒就买抗生素的药来吃 从来不在正规的医院去 比如说检测自己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爱感冒 就这样从他30多岁开始到他42岁 也就短短可能就几年 十来年间的时间 他吃的那种抗生素的药和种类太多了 身体产生了太多的抗赖药性 导致了他42岁那一年 快过年的时候一个感冒 结果导致全身的这些功能开始衰竭 住院差不多可能不到一个月吧 自己自费花了20多万 结果人才两空 因为当时医院给他用最贵的 而且最好的美国进口的抗生 感冒那种抗生素都不行 他吃了都不起作用了 说明他身体里面的这种耐药性呢 特别特别的强了 所以我们身体如果是非常容易疲惫的 经常哈欠两天的话呢 也是标志我们身体抵抗力下降的这样的一个标志 那经常如果出现恶心啊打嗝的这种症状 也是一个信号 代表你的免疫力和抵抗力在下降 而且如果你有出现伤口流血不止 很容易感染的这种情况呢 也是很也是代表你抵抗力免疫力下降了 而且这样的情况呢 很容易引发半血症 是很可怕也是很危险的 第五一个呢 如果经常出现忘事 精神恍惚 这也是我们免疫力出现这个下降的一个表现 那试问一下我们这五个症状 我们所有身边的人或者是我们对我们的顾客来讲呢 就是我们顾客身边 你们自己可以自己去发现你身边有 究竟自己有没有出现这其中的一个或者是几个信号 如果出现了一个或者是两个了 代表你的抵抗力免疫力已经下降 是要小心了 那要小心怎么办呢 像现在呢 社区呢 或各方面也在提倡说 去可以让你打什么免疫球蛋白呀 或者是去输氨基酸呢 也就是说在冬天来了 让你去预防这些 可能会导致你感冒或者生病的这样的一些基础预防 那我们幻力引呢 就不同于这些 这些方式 我们的幻力引呢 它是我们通过快速的提高我们的抵抗力免疫力来达到一个抗病毒的能力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 他的免疫力下降呢 在中度重度和在轻度中度和重度上面呢 他们然后分不清楚 如果我们现在经常出已经出现免疫力下降 就是刚刚的五个信号的时候的话 如果不引起重视 下一步的话呢 它引起的可能就是什么乏力呀困倦啊 吃睡呀 或者是说睡眠 多梦啊 消化不良 厌食反胃 负胀恶心等等这些症状 这些如果出现了的话呢 那就可能再一次的验证你的抵抗力免疫力下降了 如果再引起我们的呼吸道感染呢 或者是泌尿道消化道 验证的话 它也会增高 也就从这些生活当中的细节上面呢 给说说 我们给我们顾客呢 就进行了一个分析 然后他们特别是有些 阿姨们他们抵抗力下降的人 就是 零一个雨回去 然后就感冒了 然后就输液了 我们现在成都有个顾客 他今年已经然后感冒三次了 三天两头感冒 特别抵抗力免疫力特别差 我给他推荐这款 换你 他后来他说他还在住医院 他这种反复感冒的呢 不是好事 那我们现在要提前去预防 那我们现在 这个韩国的这一款换力养 它的特点在于哪呢 它和一般的我们的那种保健品不一样 一般的保健品 你可能会需要长期 吃个一年两年 或者是很长时间 你可能会才能感觉到 它的那种比较明显的效果 而咱们的这款换力养呢 很多吃过的顾客呢 他们反应特别的快 就是效果反应特别的快 其中呢 比如说反应他们睡眠质量好了呀 不做梦了呀 反应精力特别的旺盛 不累了呀 还有反应胃口好了 知道 知道然后每一顿 有这种保护感了呀 还有有些呢 是反应他那个大便通畅了呀 就是这些呢 是比较基础的一些反应 但实际上呢 他反应的就是他身体内部的一种变化 我们这一款国宝级的 相对于是国宝级的优质的功能食品 已经呢 在韩国连续7年销量第一了 深受韩国国民的喜欢 主要呢 因为这款产品 它的成分很重要 因为它是萃取于韩国30几种中药材 而且呢 它的研发单位呢 也非常相当的厉害 它是在韩国 在1997年 由韩国总统下令 韩国原子力研究院后巨资 历史八年研发而成的 它的特点呢 就是造血 补血 快速提高免疫力 抗安 属于医疗级别的健康食品 说到这个造血呢 非常重要 我们能够快速的提高免疫力呢 应该是和这个造血过敏是分不开的 所以我们现在这一款幻灵 你在韩国获得的五项专利 和国际的三项专利 同时还获得了美国的FDA的安全认证 这些呢 都是我们这一款产品的强有力的后盾保障 因为它还有 它里面的三十几种成分里面呢 其中最主要的呢 就是我们的当归川胸白小药 而且是里面最主要的呢 它的造肝成分 采用了全球尖端的专利技术 萃取有效的造肝成分 比如说绿原酸 紫花前腐肝和生药肝 它的纯度高 功能强大 我们在宣传这里的时候呢 把我们明姐发过来的那个 韩国电视台做宣传广告的那个十几秒的那个片子呀 我们也再放给他们看 那其中这个片子里面呢 非常壮观的就是看到那个研究所里面的那些设备 非常的高大上 这也是一个很有利的一个说服力 在这一点上面呢 大家一看呢 就能够区分到它的这种生产工艺的一种先进和高科技的高科技化 我们在这个造学功能上面 提高造学功能上面呢 它主要是对哪些起作用 我们再把它进行了一个细分和细化 比如说提高了造学功能以后呢 它能够缓解我们的头痛 那我们就会问下面的顾客 你们最近年龄大了之后 随着年龄增长 头盔头痛的线线有没有啊 那是因为你供血供养不足了 产生的头盔头痛 那造学功能增强了 自本而言 头盔头痛能够得到改善 改善贫血症状 帮助我们人体的细胞再生 帮助我们改善睡眠 辅助治疗干烟 干硬化 缓解淤血和月经不调 增强我们的肌肉的力量 特别是在辅助治疗干硬和干硬化 这上面呢非常的好 因为我们肝脏上面呢 它没有痛症神经 一般如果是肝脏出问题 一去检查呢 肌肤都受晚期 所以说提前预防和提前保养 非常的重要 也就是对我们的肝脏 肝脏来说呢 有一个很好的保护剂 第二个我们增强免疫力这一块 它能够促进我们的免疫细胞 大量的繁殖 增强免疫细胞的活性 它比我们一般的人生菌类啊 这些产品的免疫力 增强效果会高到40倍以上 这也是它之所以能够快速 增强我们抵抗力和免疫力的原因 第三个呢 抗来防疫不用说了 咱们人人呢 现在都是癌变色 谁都害怕自己 哪里长了一个包 长了一个块 就去检查试癌症 所以在这一点上面呢 我们大家都有个共同的认知 就是希望自己身上 哪里都别要长个包出来 长了包出来的话呢 都不是好事 我们特别是在这个疫情 抗疫情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紫花浮前肝呢 它主要针对我们的肺部器 最主要的作用 它只可定出 急慢性肢气管炎的调理 缓解 呼吸衰竭 调理肺部炎症 改善痰中带血 也就是这一次我们宣传的重点呢 也就是说为了预防这个疫情 而主要推的这一款 我们的花力 也就是说在长期喝 或者是说三个月 或者半年这样的 这样的量的情况下呢 它能够让你的肺部 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至少在就算别人感染的情况下 让你接住了它 它也可能会能够更好地 保护你的肺脏 不被感染 我们就是这么去宣传 这一款花力赢的 那我们就问一下 现在你身边的人安不安全 你能保证你不出去 但是你能保证 你身边的人不出去旅游吗 你能保证 现在国家经济 这么低迷的时候 国家也是需要 大量地提倡他们出去 可能旅游带动经济消费 那你能保证 你现在所接住的 每一个人的安全吗 不能 你保证不了 你就只能保证你自己 保证你自己的身体 保证你自己的抵抗力够强 这样的话呢 你走在哪里 你都不怕 就像有个防卫浴 战士一样 一直呢 保卫着你 我们就这么 然后宣传的换利 其他的呢 然后就简化的 就这么讲了 谢谢大家 好的 非常感谢我们刘光琴老师的精彩的分享 毕竟它是养生馆 经营了几家养生馆 那它的养生的有关的知识呀 这些专业知识呢 真的是很丰富 刚才讲的呢 都特别的通书易懂 加上平时的我们的养生知识呀 然后自我检测的方法呀 然后对换铃影的这些功效啊 等等哈 然后呢 他又把自己做市场的 这个实际的经验呢 也给大家分享出来 特别的感谢 那么在座的各位老师呢 也可以参考 因为我们疫情期间 大家都可以推这个换铃影 再加上我们的VC 对吧 而且现在呢 换铃影在韩国 各处都有广告 包括高速公路上也有广告牌 然后前一段时间地铁 地铁站呢 也都出来了 各个地方 还有电视台呀 等等等等哈 关于换铃影的广告呢 也特别多 那现在呢 换铃影我们青岛这边呢 就是供不应求了 好多全国各地的会员呢 都来订这个换铃影 但是我们韩国发过来的呢 就是远远是跟不上 可能也是跟韩国的这个广告呢 有关系 也可能呢 因为现在疫情期间 大家的这种自我的身体的保护意识 也有关系哈 感觉就像刚才刘老师说的一样 我们保证不了别的人 只能是提高自己的自身的免疫力 再次感谢我们的刘老师哈 然后今晚呢 我们分享的老师们呢 就顺序呢 已经都结束了 那我想在这里呢 和各位老师讲一下 我们前段时间不是开了四周的这个培训的课程吗 那么这个四周的腾讯培训课程呢 虽然简单啊 只是单纯的反复的参加腾讯会议 然后呢 产品呢 也没有视野讲解 只是产品的分享 那通过这个八次的会议呢 明显的感觉到这个效果呢 是非常大的哈 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今晚的腾讯会议分享的老师们 就是包括三分钟介绍的刘慧老师 然后刚才讲产品的这个刘光琴老师 都是通过我们这一次的培训啊 来走出来的 不是他之前不会讲 不是不会讲 但是呢 他之前呢 从来都不参加我们的腾讯会议 对这个呢也不感兴趣 但是通过这一次的培训的学习呢 对爱端美 刚开始呢 是从一款产品 然后从腾讯会议 然后再到爱端美的模式呀等等 再到其他的产品 那么刘老师也是 刚开始只是换力眼 满脑子就是换力眼 但是后期呢 包括鱼油啊 然后洗发水之类的哈 就接触的更多的一些产品 那么通过这次培训的课程呢 我们也带出来了好几位这些事业者哈 那么希望老师们呢 你自己带进来的这个新的事业者 你一定要跟踪的啊 服务好 因为你四周结束了 然后就不闻不问的 不去跟踪 这样的话呢 新的事业者 因为可能忙于他自己 其他的事情 慢慢呢就放弃了 所以希望大家呢 不要说我们这个培训结束了 就不来参加这个腾讯哈 现在呢 不是说强制性的打卡了 但是希望大家呢 每周的周二 因为一周一次吧 每周二晚上八点呢 尽量的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 尽量的来参加这个腾讯会议 疫情期间 咱们不能到处去跑 是吧 也是有这个限制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直播间 大家可以一周一次过来学习一下 然后互相探讨一下 相信呢 对各位老师呢 帮助也是很大的 那么我们今晚的腾讯会议呢 就到此结束 那么结束之前啊 看看有没有哪位老师 可以对这个换铃银啊 或者其他的产品也好 自己用过呀 有没有自己的心得 出来分享的 如果有的话呢 大家可以开卖 简单分享一下 看看没有 好像今晚没有老师分享哈 那么好的 现在时间呢 也到了 刚刚八点五十九是吧 我的表示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腾讯会议呢 时间掐的也特别特别的好 那我们九点钟呢 就准时的结束 希望大家呢 辛苦了一天晚上好好休息 明天呢 今天晚上充好电 明天再接着我们的爱多美事业 好的那大家晚安 再见 辛苦了 再见 辛苦了 辛苦了 再见 再见 辛苦了